本播以来逆势上涨的强势 你会发现好羡慕 为什么这些股票都能够逆势上涨 但是我手上的股票抱着却是持续下跌 好 那当然在今天这样的时间点 我们要转换一下操作的思维逻辑 什么样的族群在接下来 它真的有一些潜力 而且在这一波真的有可能是被促杀的呢 对的确是刚刚介绍的我们这一波 八九月我们指数跌了两千点 很多股票就95%以上都跌下来 刚刚前面一个单元介绍实际单股票 因为他们筹码比较稳 又有基本面强势的支撑 所以逆势上涨 那现在我介绍我们走 这一波跌下来有95%以上股票 好股票坏股票通通往下跌 但是在下跌当中会受到什么 融资追杀或是大家恐慌性 失望性的卖牙杀下来 很多好股票真的跌到 以前不太敢买的可以追 怎么跌到很便宜的价格 所以大家反而要注意 大家注意 股票往下跌 跌得很深 你不要觉得很恐怖 不买股票完蛋了 没有 正好要颠倒下 大家回忆一下 在今年元月份高点18619 不是有人看到2万点吗 有没有记不记得2万点 那个台湾先生2万点 对不对 现在跌下来台湾先生看几点 这不假的 选股票就其实很多好股票 都现在都躺在地板上 好我们导播很快秀一下 第一档易登3048 一档很机忧的这个半导体的通路股 大家看一下你看 他主要带领美国一些IC设计 施加炫 欧洲的易发半导体 还有日本索尼的 还有一个IC设计的 这个新科IC设计的产品 这用在什么 5G 网通 车用IC 那今天特别注意什么 我们再看下一个 他今年开始带领美国一个叫做 联合半导体公司的 这个碳化系 SIC还有GNA GN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 所以这个你看 他上半年赚了2.25元 8月份营收成长 然后今年可以去年赚4.63元 他就配了多少 3.4元 配息率73% 那今年可以赚到4.8元 我预估 这也可以配3块钱 本益比值是5、6倍而已 好我们看他的这个日K线 3048元 股价是 股价来到一个相对低点区 这是这个半导体通路商里面 一家很好的公司 另外一家过去一阵子都是因为那个 低轨卫星概念股 你来看看3305的深茂 深茂上半年就赚了3.95元 比去年的2.15元成长了83% 那8月份营收稍微减 但是他注意到他本来的这个产品是用在什么 这个席高用在IC封测 或是说这个PCB上面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 他今年开始做 低轨卫星电路板的这个席高需求 还有什么电动车充电庄的电路板 你看刚刚讲到这个建基 像这个深茂也是 在未来电路充电板大量需求 都是可以注意的 今年可以赚到4块多 文艺比大概只有6到7倍 我们看这个3305 深茂 深茂也可以注意 股价也在低档量缩量缩 可以注意最终的 最后一档金融股 最近外资一直买一档金融股 2834台气盈 上半年赚了0.52元 比已经超过去年前三季 今年存放款业务增加了15% 那前8月赚了0.78元 最近外资大量买进7万多张 我们很快看一下2834台气盈 很厉害 股价在高点 很多金融股都往下破底 台气盈这一档 这个逢低也是可以注意的 外资持续买 一定有它后面利多的因素 以上三档介绍给大家选股的参考 好 那在空投市场当中的操作 真的要特别小心 出手的太早 出手的过晚 也许都会影响到绩效 我们又请冠青 来看一下目前为止的操作 我想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我想在这边 当然操作里面 其实有些个股真的跌到 跌到见底 但有些个股恐怕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第三次的这个债券大雄市里面 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大家注意到第三次债券大雄市 所以你要避开什么 避开寿闲股 千万请大家避开寿闲股 因为他们恐怕还没跌完 但是他们跌的速度很缓慢 其实一天零点几 百分之零点几 跌下去 可是他还是在跌 你不要以为他们风险很低 对不对 你等到美国公債殖利率不再上升 你再重新进场 对不对 你可以逼开很大的一段 对不对 那当然利多的部分是什么 台美政策利多的绿电跟新耀 等一下跟他报告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债券 跟受险禁止的一个走法 你会看到其实 这个今年的1月份 到今年的9月份 我这张图你看到 现在12月份肯定大概是4以上 大概是肯定 那受险的禁止会变多少呢 说真的 你会觉得不太敢想象 你看今年1月份 还有2.42兆 对不对 到今年12月份 当然呢这一定是 我觉得是百分之百 缩水超过50%以上 因为呢 7月份2.6的情况 6月份3.02的情况之下 都剩1.25了 都剩1.25 所以呢 这一定缩水超过50%以上 甚至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 参考这个什么 这三家我想是台湾最大的 售嫌公司吧 一家是国泰金 一家是富邦金 刚好南三没有上市 但是南三 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上市 他有润泰权跟润泰金喔 所以呢 我们都没有讲他们喔 对不对 那国泰金跟富邦金 事实上呢 你看到去年第四季 这两家美股禁止 一个是61.3 一个是70.8 今年第二季 29.9跟46.7 哇好惨 对不对 那南三呢 37变多少 变6 变6.05 那我不知道第三季 会变什么样子 对不对 对当然你看到 应该可能会更惨 正6.05喔 对他是受嫌公司喔 所以呢 请大家 请记得要小心 再来我想呢 在比较可以做多的股票里面 我们可以提到 当然一档风险比较高 一档风险比较低的 风险比较高 可能是药花药 药花药刚好最近呢 从600多块跌到400多块 为什么 因为有投信啊 可能在做获利了解 或者是我相信 这种主动型的基金 应该有面临到 投资人要赎回部位 因为中文基金 现在操作的方式 一定是比 这个大盘跌的还多嘛 就你就看 ARKK看这个 女股神就知道 女股神今年的操作啊 是比Nestek 还多跌了一倍 Nestek 好像跌了31% 他再跌了62%吧 所以 台湾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只是说没有跌那么深 那现在有一些主动型基金 可能是在出药花药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408元 认购现真的权利 那药花药这家公司 其实他会受惠到什么 美国去使用 玄名药生物相似药 去替代原厂药 然后要减低 中国制药的关系 所以呢 他现在药证呢 放得比较宽 甚至会多用台湾 多用印度的一个药物 所以不管是医药啊 或是医材 都是有利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医材部分 我们之前讲到像合医 这就是医材部分嘛 那这一家公司呢 其实上国发基因 持有7.7% 而且呢 投资的账面金额啊 已经比原始大增 45倍了 那这一次 包括他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治疗 成人真性 红血球 增多症的新药 这东西其实 其实听起来很拗口 但是就是一种血癌的一种 他就治疗血癌的一个新药啊 他叫百思瑞敏 已经可以在全球 7个地区上市 目前光是欧美地区 有35万个患者啊 所以呢 这东西你不要拿去跟北极星比 说真的 这个北极星一度 一度市值差点要挑战到药华药 不过现在跌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啊 那药华药是真的有 应该说真的是有题材 刚好最近 投信在做 应该说在做减码 我想可能股价跌比较多 但是我认为 应该是还好 另外是1503的市店 这就是安全牌 因为这股价五十几块钱 最近也有人在停损市店 某受险 我们就不要点名了 对不对 大家去看看原附证券 原附证券一直在砍市店啊 除了这之外 这个市店的这个 应该说盘后巨额交易里面 也有人一千两千 好几千张在砍 大概已经砍了一千 一万八千张左右出来 你去看看 哪一家受险 买那么多市店 那市店这部分 事实上他投资 应该说投资价值在哪里 净值51块多 光投资性的不动产 就是租给收购那一块 值42.2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今年的一个状况 其实本身还是获利的状况 我想这是一个 应该说 比较安全一点的选择 好 在空投市场当中 还是要找一些 资金的避风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特别来宾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